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款全自动机器 这款是Color美的K95L的型号的全自动机器 这款机器的话呢 它的整个体积是比较大的 基本属于一款商用的全自动 那这款全自动机器呢 基本上是我自己目前用下来 尤其在商用这一块 我个人是用下来是比较推荐的一款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从上面 这边呢是豆仓 它这个豆仓其实很大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温杯区 然后这里是一些散热的这个孔 它机器里面的这个蒸汽 热量会从这边散出来 就不会积聚在里面 然后这边是一个大的一个水箱 这个水箱容量也是非常大 然后我觉得它这些细节 这里有个细节就是你看它里面会有一个灯 然后这个灯的话就可以反映出这个水量 沾整个水箱的一个水位 这样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水框没了 可以往里面及时补水 然后这边是一个开关键 然后它整个是一个触碰瓶 想要做什么咖啡就直接点就可以 然后再下来的话 这边是一个冲泡口 它也是可以调节一个高度的 然后这边是奶管 然后这正常的话用那个奶罐 让它可以吸到牛奶就可以去打发奶沫 然后这个下面是脱水盘 然后抽出来 里面就是那个咖啡扎盒 然后当你抽出来的时候 它这边会有一个屏幕上的提示 然后我们尝试随便做一杯 看一下卡布吧 然后这里面我现在加的是水和这个奶沫清洁剂 我只做一个演示 就它能起到一个类似的打发牛奶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话就是一杯咖啡就做完了 然后我们简单进一下它的系统 可以看一下它的系统里面 它进系统的话是长按左上角的这个logo的地方 然后它就可以进来 进来的话首先是一些常规的一些清洗的 直接按了之后它就会做相应的清洁操作 然后咖啡机设置里面的饮品设置 里面就可以自己去定义你想要做的那个咖啡的 比如说我们添加一款饮品 我们可以在里面预设的里面找到想要的图标 然后还可以给它选定一款名字 然后这边可以自己输入一个毫升的参数 然后这里它那个配方 比如说我是想要 就反正它写的也很明确嘛 自己看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这个咖啡的浓度 杯数 咖啡料 好吧 反正它有它有很多那个 基本上每每一个参数自己都可以去设置 这边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然后设置完之后它这边上面就会跳出来 跳出来之后 你还可以长按它做一个排序 比如说我想把这一个挪到它的前面 这样挪过来 在菜单上它就会在它前面 好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很多的设置 它这一款的话 它也还支持 支持那种扫码付款 然后它继续在自动做咖啡的一个功能 反正它里面的可以做到的事情还蛮多的 好吧 甚至还可以自定一些广告 因为它这个屏幕在做的时候 它会有些图片的 你可以自己好像是可以插边上的 边上这边是有 可以打开来好像可以插USB 然后可以导入那个广告的内容 好 然后就可以退出 OK 还有就是它这边有一些小的设计 比如说像这个托盘 如果当你的杯子比较低的话 可以把这个放在上面 如果太高的话 这样子高度就非常的高 像一般性的外带杯 像这个的话差不多就是300多毫升的杯子 你看这样放着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即便对吧 这样子就会比较适合 这样还可以做一些调整 然后它也可以支持那种进水器 直接给它供水的 在那个机器的背后 它会有相应的接口 好的 那么今天关于这一款Colome K95L的 双用全自动一式咖啡机 就简单的介绍到这边 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私信或者留言问我 好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